超级央行周登场 台股是不是该停看厅了呢? 根据过去经验 超级央行周前 跌都是买点 谢谢你们支持 要继续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千涵 今天欢迎华信同步投资长 许章正博士 许博豪 主持人好 全国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台股今天持续下跌 那随着礼拜四就是费的 要公布九月的利率决策了 到底现在的下跌是买点 还是该停看厅呢? 根据过去的经验 超级央行周之前 下跌都是买点 因为之后都涨上来 不过这次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跟上次以前有没有不一样 这是台股的周线 我们这个礼拜已经跌了两天了 所以是个黑鸡棒 但是这个礼拜没做完 那上个礼拜 是大涨345点 那往前一个礼拜又跌了68点 就是有时候涨涨跌跌 这个为什么会这种现象 我们先看一下日线 日线这个看得出来 上个礼拜联系涨了四天了 对 那这个礼拜就跌了两天 已经跌两天了 那主要是说到这个美国那边 那礼拜一这个费办的指数大跌 对 就影响到台股了 那费办为什么 科技大厂都动作 是啊 那为什么他们要跌 美国要跌 因为就是这个礼拜的这一个央行 担心他们的央行就是联准会会有什么动作 通常在联准会动作之前 他们都是会观望 甚至下跌 那其实这时候反而是一个买点 那我们看一下台股过去8月 前三个礼拜是跌了910点 那这个后面的四个礼拜是涨多跌少了 那这个刚刚这个指数有跟大家讲过了 所以现在其实周线是比较稳健一点了 那月线来说五六七三个月是大涨1564点 那8月是跌了510点 那这个是上市指数的现象 那贵买指数呢目前也是一样 这个周线上个礼拜也是上涨 那这个礼拜也是跟大盘一样是跌了 那日线来说呢 那也是跌了两天 这个就是反映现在真实的状况 那主要是因为这个联准会的这个讯息的关系 那现在台股呢 为什么现在涨涨跌跌 除了这两天在跌之外 为什么涨涨跌跌 因为在日线的这个季线的位置 是16800点附近 16800点附近 因为那个季线 16800点它是向下的 所以向下你要一次站上去不容易 所以上个礼拜即使站上16920 16920点 那但是呢 这个礼拜有一点风吹草动 它还是下来了 所以主要就是因为它那个 季线的位置呢 是向下 那个平均线是向下 所以这不容易一次站上去 这个是大盘 为什么这样的原因 那另外呢 这个就是呢 我们现在景气呢 对策信号啦 国外会公布的还是一个蓝灯啦 对 不过已经是15分了 已经几乎是蓝灯的高上缘了 很快就要变防蓝灯 就要往上走了 因为还是蓝灯嘛 所以要一下涨上去也不容易 在实际上在景气的方面 AI出货的进度呢 也没有预期的好 是 那为什么没有预期的好 就是AI的这个 赤湖区的上游 这个产能不足啊 上游是什么 就是COVAS 大家知道COVAS COVAS就是堆叠式的晶片 堆叠式的晶片呢 这个生产进度不如预期 不容易啦 因为它堆叠式的 它比较精密啦 也比一般的伺服器不一样 它比较精密 而且它是一个堆叠式的晶片 也比较精密 晶片跟晶片堆叠在一起 也容易碰撞 容易故障 所以检测就很重要 像这种3587的这个红康 它是检测做故障分析的检测大厂 它不仅在设备 在经验技术还有客户上都是领先同业 那这一档股票最近也跌到了季线附近 现在很重要就是今天选的就是跌到季线附近的股票了 比较安全啦 比较安全啦 那它今年之所以这么开始 它已经成长率有30%了 日本方面布局10年已经开始有成长 今年成长68% 未来还会成长更多 然后它在检测分析的故障分析方面 它是领先的 这个是这一档股票 那另外一个检测大厂是更新 是6146的更新 它是这个检测产能全球最大 特别是在5G跟网通 它在AI伺服器的部分已经在布局 它准备盖一栋 10米宽6米高的检测厂房来专门做AI伺服器跟AI散热的这一个检测 它9月订单已经满档了 好到第四季 旺到第四季 它目前也是跌到季线 这个密尿折耀季线都是一个布局的好事 那这一档股票3548没有跌到季线 不过它是做折叠机的酌承 这个最近都不错 只是说它因为股价涨得很凶都被处置 所以一般产户比较不容易买得到 但是大家可以留意它 好那另外在这一档就是 821的情城 它也是跌到季线 它AI里面的机可股 它相对的比较有 这个第三季已经有业绩开始做AI的布局 那第四季会有业绩的高峰 那这些股票都是 是属于涨多整理回档的时候 那近代现在是近代落底 那低阶成长股买进不追高 那这个影片请按赞分享出去 开启小铃铛 我会在博士白白学的文案 继续追踪 是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交更多财经的最新消息 就要赶快加入老师的LINE 财经检视我们下次见 拜拜 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牌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到实地则方产业 必在这段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周刊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Nin ignoring B